大家好,我是赵医生 有些人呢,嗓子里面谈很多 总是吐也吐不完 同时还把有胃口不好 感觉胃里头有东西堵着 总觉得肚子还胀,不消化 身体还感觉困重 而且大便总是不成形,年纪占马桶 那么如果具备以上症状 这不是肺的问题 是什么呀,是脾胃虚弱才导致的 中医讲,脾是主硬化的 硬化水骨精微的 如果脾胃虚弱,脾的硬化功能就出现问题了 从而导致水是不布 体流体内,聚而成痰 泛一周身就会感觉身体困重 虽然五脏卫兵皆可生痰 但是水液代谢是由肺脾肾散脏所主 所以痰饮的生成 主要是与肺脾肾散脏的关系比较密切 清朝李永翠在政治汇补 痰症一书上说 痰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 可见呢,痰的生成 主要是由于痰的问题 那么如果出现我们嗓痰比较多 同时还具备脾虚失声的系列症状 我们应该用什么治疗有效果呢 我们可以用二臣糖加减治疗就可以 二臣糖的二臣指的是什么 居虹还有半夏 这两位药都能够化痰 半夏还能够造势化痰 尤其擅致脏腐失痰 居虹不但能够造势化痰 还能够理气宽忠 再加上尖脾的肤灵 少许收敛飞气的污霉 河中不土的甘草 极为很常见的药材 那么对于脾虚而引起的痰毒 胃脏大便不成形 身体困重等效果都非常的好 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监证 就可以在这个方的基础上 随证加减就可以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也有相似的问题 可以把你的症状发给我 我给大家变成分析